咱们看到的这一幕发生在上海市的街头 这些情绪激动的人群把愤怒的矛头对准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名叫周莹 她也被称为上海虐猫女 据说这十年来啊 周莹假冒爱猫人士 先后领养了上百只幼猫 随后又残忍的把这些猫虐杀致死 一个公认的爱猫人士 怎么突然变成了一名变态的虐猫狂呢 整天门也没人硬 这时啊 对门邻居听到动静后 打开门告诉记者 这周莹已经搬家了 她什么时候搬走了 想问一下 就一个礼拜应了 一个礼拜就搬走了 继续激动的人 都是之前送猫给周莹的爱猫人士 他们听说周莹打着收养猫的旗号 实际上却在残忍的虐杀猫之后 十分愤怒 纷纷要求讨回送给周莹的猫 但此时周莹啊 却一只猫也交不出来啊 那么这个周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究竟有没有虐杀猫呢 记者找到了第一个发现他虐杀猫的人 这个人的手里还保存着重要的证据 什么证据呢 两只死亡的幼猫尸体 伤痕累累 七孔流血 惨不忍睹啊 此外记者还通过种种努力 独家采访了周莹本人 面对媒体 他又会如何反驳呢 送猫上门却不让人进门 这个小插曲 让贺女士的心里有点忐忑不安 当初把小猫送人 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照顾 现在他怀疑自己选错了人 贺女士怀疑 周莹领养是假 虐杀是真 爱猫如命的贺女士气得是吃不下饭 回家后就将此事通过网络告知其他的志愿者 结果令他大为震惊 原来周莹啊 从数年前就开始从志愿者那里领养小猫 数量多达上百只 于是5月25日愤怒的送猫人一起围堵周莹 讨要说法 记者的提问 周莹回答起来是镇定自若 对答如流 对外界的种种质疑 他一一做了解释 究竟有没有虐杀猫 双方的说法尖锐对立 另一面 虐猫事件在网上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声讨浪潮 不少网友直接冲到了他的住处 当面质问 甚至砸破了房门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感到非常的愤态 大家内心都是非常非常的愤怒 也不意外 也不惊讶 因为他总是不愿意让人家承认嘛 张杰还认为 如果虐猫真的是周莹所为 那么他很有可能有心理障碍 网友们更应该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曝光他的各种信息 如今周莹有家不能回 又被单位开除 失去了经济来源 这很有可能加重他的心理疾病 这猫啊狗啊等等 这些伴侣宠物 他们能够给那些寂寞的都市人带来温暖和慰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类似的虐猫事件却屡有发生 上海虐猫女事件直到现在 因为缺乏确凿的证据 孰是孰非 没有定论 但是别忘了 佛说 众生平等 动物的生命也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能够随意践踏任何生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